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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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隐约之间似有一缕凶情桀骄傲乖的思明之音响起 十二 见光一闪 成百上千宛如刘夜市得锋刃 皆如指胡斑被一扫而空 齐齐在苏宇周身一尺之地爆碎鸡粉 那倾盆的羽目都似被这一剑展开 锋芒无品 这汗人心 这 树是帐外的一座黑色岩石后方 一名黑袍女子不禁吃惊 在她膝前 横沉着一把古琴 这是一柄强大的灵器 琴弦可化为无形的音波锋刃 隔空杀敌 黑袍女子本就拥有极为高深的武道修为 且在此琴上的造诣以真挚化镜 自信就是对付先天武宗 都足以杀得对付狼狈不堪 可现在 她那绝杀一击 却被一剑化解 一咬牙 黑袍女子食指浮动 正欲再次抚心杀敌 便在此时 一道清淡的叹息声响起 刺杀之术 一击不中 便当远顿千里 但不可能有丝毫迟疑了 而你无疑不是个合格的刺客 声音还在回荡 黑袍女子都来不及反应 一缕剑气凭空斩落 崩 一根根琴弦齐齐崩断 琴身从中间被斩断 黑袍女子屋子盘膝坐在那 一缕笔直的血痕从其额头开始 沿着鼻梁 嘴唇 下巴 咽喉 胸膛一路而下 好好见树 黑袍女子唇中吐出一句断断续续的声音 而后 其身影悄无声息地分作两半 倒向大地两侧 就像一个被劈开的瓜似的 鲜血如铺般倾泻 被雨水冲刷了一地 再看苏义 自顾自朝外部 行走雨夜中 滂沱雨水从油纸伞四周滑落 没有沾染到她的衣媚分毫 远远看到这一幕 王卓梅雨间浮现一丝凝重 道 铁空 该你们出手了 一则 身影魁梧的巨汉点了点头 哼 铁空如山般的身影 骤然暴涌出滔天妖气 他眼睛星红 浑身肌肤疯狂 自胜出一层如钢针般的黑毛 接阵 铁空抱贺 声震云霄 直死雷霆咆哮 不远处 一块要走出龙桥驿站的 巨大庭院的苏义脚步一顿 目光一扫 就近四周之地 掠出十八道身影来 这些身影 有男有女 浑身妖气细虐 形成一个独特的战阵 哼 他们彼此身上的气息 遥相呼应 宛如一个整体般 全都汇聚在一处 涌入那巨大魁梧的铁空身上 肉眼可见 铁空身上的气息 骤然节节攀升 微视之上 将那漫天的雨水 都震碎飞溅 那等一幕 无疑太恐怖了 相比起来 夏敖林 蔡京海这等新天武宗 都要逊色一大劫 强大如阴上门 副宗主花柳叶 这等老魔头的气势 也都没有铁空那般是人 无疑得到那十八道身影 所节的战阵的力量 让那铁空自身的实力 暴涨了一大劫 这样总该可以拿下此字了吧 王卓轻轻抚摸着 怀中黑色狸猫 心中平静不少 铁空是一位 比九届妖兽 更可怕的妖灵所化 其本体乃是天生的 一种大力抱援 实力本就足以媲美 新天武宗 而那十八道身影 皆有着宗师静修为 他们所化的战阵 明幻六合聚气阵 可将十八人的 精气神和力量 通过此战阵 全都汇聚于铁空身上 这等情况下 铁空相当于凭空 得到了十八位宗师人物的力量加持 王卓门心自问 换作自己出手 若不动用底牌的情况下 也很难打败此时的铁空 杀 雷霆般的爆壑中 就见铁空暴冲杀出 威额如山的身影 撕裂青盆雨幕 上隔着十多丈距离 便挥避握拳 猛地砸出 哼 那全静如一轮刺眼 狂暴的血色大日 在夜色中炸现 碾碎空气 带着滔天的煞气 砸向苏毅 苏毅眼神古井不波 淡然如旧 搁在宗师一崇敬时 他都能轻松杀死 下猴岭这等先天武宗 全力出手的话 都足以不把花柳叶 这老魔头放在眼中 更何况他如今 都已是宗师二重的道行 就见他袖抛骨荡 莫地一挥 一股无形的道刚 力量呼啸而出 带着独特的火星道光 有天然的玄妙道 运气息交织其中 哼 低面塌陷 虚空紊乱 铁空砸出的那一道 宛如血色大日般的全静 直接被摧枯拉朽般震碎 血色光与暴战蹦践 苏伊那一幅之力于事不解 朝铁空狠狠撞去 铁空同灵似的瞳孔一缩 莫地大吼一声 双臂抡起 如托举大衫 在其身前 血光暴涌 化为一道厚实的血色臂障 如天剑斑横挡在那 看看挡住了苏伊那一幅之力 哼 血色臂障鸣 剧烈晃动 出现如珠网般密布的裂痕 最终虽化解了苏伊这一击 可这血色臂障也轰然炸开 铁空那威猛的身影 微微一晃 气血翻腾 他不由骇然 遭受到冲击之下 那十八个皆为六合聚气阵的身影 也是齐齐一阵晃动 一个个也都脸色骤变 这总是一崇敬的少年 竟死比传闻中还要更可怕 远处 王卓倒吸一口凉气 终于色变 无法淡定 杀 铁空没有耽搁 手中凭空多出一柄青铜长棍 脚掌一踏地面 暴冲而去 哼 他身影还未靠近 手中青铜长棍已扬起 狠狠劈下 是大力尘 足可披山断流 苏伊看了看手中的油纸伞 决定不再保留 否则 这脆弱不堪的直伞 非被战斗扩散的余波毁掉不可 这样的话 岂不就要临城落汤鸡 那就太狼狈了 枪 底尘的剑银响彻 如若夜色般幽暗的玄武剑扬起 在虚空中一化 我有一剑披山喊 纷扰如潮从此事 那一瞬 一道百丈剑起灌空掠起 绚烂若虚日出生 那夜色 雨幕 空气 水无寺都被蒸发 无匹的剑光 将这片天地都照亮 那等威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一是来自苏伊宗时而崇敬的修为 二则是因为 玄武剑经由苏伊的祭练 其上镌刻有吞灵赤灵 本就能汲取天地灵气 再加上如今的剑身内 还有一缕属于明艳魔雀的精魂 这一切力量经由苏伊以大快栽简施展出来 那等威能 又岂可能是以往可比 就见剑气如青色神红 灿然若来自仙人之手 斩破夜空雨幕 降临人间 那一瞬 王着毛骨悚然 手脚发凉 在其身边 瘦小老者更食下的亡魂大帽 惊恐尖叫出声 而在这一剑之下 身影足有丈许高的铁空 也被那致命般的危险气息刺激的 如若疯狂 全力挥动青铜长棍抵挡 咔嚓 如刀切豆腐般 青铜长棍应声而断 紧跟着 铁空那腾空而起的威恶身影 被足足百丈长的剑气劈开 血洒夜空 这位妖灵大力抱怨所花的先天武宗 还未落地 其身影就分成两节 血水和内脏倾洒虚空 扑速速坠落 那等死状 触目惊心 哄 大地之上 更是被这一剑凿开一条百丈长的笔直立痕 岩石蹦剑 泥土飞扬 再看那组成战争的十八道身影 也是遭受到了可怕的反噬 一个个横七竖把道飞出去 口鼻喷血 惨叫震天 之前 他们的精气神和铁空融为一体 而现在随着铁空的死 也让他们遭受到可怕的重创 一剑 横空百丈 斩铁空 破战阵 若非亲眼所见 谁敢想象 这是来自一位宗师静二重少年的一剑之威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二百七十二张天隐宗流火真君 不远处 王卓待之在那 这位天行学宫公主 大洲的清训王 十大先天武宗之一的大人物 此刻的内心已是掀起惊涛骇浪 他自认没有低估苏语 否则 不会再次精心设局 进行埋伏 可他却没想到 苏语这样一个十七岁少年 会强横到这等地步 这完全颠覆了他的预估和判断 以至于都有些无法想象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妖孽的角色 于还在下 那之前曾布下小雷火针的寿小老者 也是一位宗师五重角色 可此时却下得面无血色 瑟瑟发抖 而远处 苏语举着油纸伞 朝着边行来 步履从容 一袭轻袍仙尘不染 还有没有其他手段了 苏语说话时 抬手一抛 嗡 玄武剑如有灵性似的 在虚空一闪 就落在铁空的尸体处 就见那幽暗的剑身内 隐约有着一头凶琴的虚影在振翅 让它剑身也随之微微颤抖 轻银振振 肉眼可见 铁空的尸体快速干瘪下去 残留其中的精血镜 全都被玄武剑汲取一空 而后 玄武剑一闪 成归苏语手中 那妖衣的嗜血一目 让那王卓彻底无法淡定 惊一道 你这把剑莫非已通灵 苏语摇头 谈不上 只不过会刻饮鲜血 汲取一些精气神罢了 王卓深呼吸一口气 叹息道 怪不得你有恃无恐 拥有这等恐怖灵剑 除非陆地神仙出手 否则 这天下何人杀不得 显然 他误会了 把玄武剑当成苏义的底牌 苏义自然不会解释了 提醒道 事好不早了 王卓脸色微变 玄机苦笑道 苏公子 王某自存刚才的时候 一力相担 盛情相邀 但没有任何加害之心 苏义淡淡打断道 可没办法 你毕竟动手了 王卓深色认真道 可王某敢保证 哪怕刚才苏公子被打败 王某也断不会下死手 毕竟 王某此次的目的 是邀请公子加入我所在的阵营 顿了顿 他苦涩道 现在 公子是否也能给王某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 苏义道 可我看不到任何诚意 王卓一正 玄机明雾过来 是得 目光看向身边的寿小老者 借然道 永明兄 只能委屈你了 寿小老者脸色大变 道 大人 您 哼 还未说完 骑头颅就被拍碎 身影贪然倒地 苏义某子威威一名 摇头道 不够 王卓深呼吸一口气 目光看向不远处 那里横七竖八躺着十八道身影 皆是之前结成六合聚气阵的强者 快走 察觉到王卓的目光 这些强者皆意十道不妙 第一时间就要逃走 诸位 真是抱歉了 王卓长叹一声 身影一闪 冲进雨目中 对那些强者展开了杀戮 仅仅片刻 十八位强者被杀一空 无意身还 王卓返回 垂头丧气道 苏公子 现在诚意可够 苏义目光看向他怀中的黑色梨猫 后者顿时炸毛 鸟鼓一声嘶叫起来 悠然妖艺的铜鞋满了惊怒 王卓脸色彻底变了 道 苏公子 离奴不能杀 离奴不能杀 苏义收回目光 若有所思道 你是否知道 他体内潜藏着一缕古怪的妖魂 王卓神色微僵 直觉头皮都隐隐有些发麻 实情道 公子早已看出来了 苏义淡然道 这种小孽畜 还逃不过我苏某人的发眼 这样吧 你亲手杀了他 我给你一条活路 王卓脸色一沉 道 公子 非要把王某往死路上逼 气怀中 那只黑色梨猫乙公的身影 充满了警惕 苏义深深看了王卓一眼 道 我这就是在帮你解脱 你莫非真甘心 被这小孽畜摆布一辈子 你王卓大惊 是 蒙弟 那黑色梨猫跃起 双爪挥动 带起一片可怖的黑色妖风 狠狠朝苏义抓去 突袭之快 力道之灵力 竟完全不弱于先天武宗 却见苏义一声闪笑 手腕一抖 扑 玄武渐如闪电般 刺进黑色梨猫体内 将其贯穿 混账东西 别让本座再见到你 梨猫体内 一道女子的震怒尖叫响彻 紧跟着 一道虚幻般的女子身影 凭空浮出 这明显是一道魂体 机位飘渺模糊 他府一出现 就化作一道妖风要逃走 枪 玄武渐轻吟 幽暗的剑身 爆战出吞灵吃令的力量 仿似无形的大手般 狠狠钻住那一道女子魂影 朝玄武渐内脱去 纵然是本座的一缕分魂 也不容你来镇压亵渎 伴随着愤怒的尖叫 那女子魂体静视猛地炸开 化作缤纷的光雨消散不见 见此 苏义魂不在意 收起了玄武剑 扑 而同一时间 王卓唇中可写 精神一下子唯米许多 整个人都似苍老了许多岁 并脚白发生 他颓然坐地 抱着那黑色狸猫的尸体 视魂落魄 显得一场凄凉和伤心 于是变缓了许多 稀稀利利地下着 苏义撑着油纸伞 立在一侧 道 这一缕分神的本尊 就是你说的那个领导修士 不错 王卓声音沙哑低沉 眼神泛起一丝追忆 少年时我曾在大秦国游历 偶然邂逅一位宛如天上仙子般的姑娘 她说我身怀大气韵 主动指点我修行 也是从那天起 我的命运就此转变 我所修炼的功法 吞服的丹药 以及对修行之路的认知 皆是来自于她 这一切也让我拥有了今日之成就 听到这 苏义不禁摇头 道 可她却以一缕分魂为禁锢 这些年里 一直在操纵你的一举一动 归根到底 她不是欣赏你 而是把你当作了一个任凭百步的傀儡罢了 我知道 王卓神色灰暗 苦涩道 我很早就知道 可我一直不愿从内心深处去相信 或者说 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 苏义打断道 行了 我可没兴趣听你这段不堪的往事 你只要告诉我 你所在的势力叫什么 这女子又是什么身份 便可以离开了 王卓默然许久 这才叹息道 苏公子杀了她的一缕分魂 迟早也会被她找上门的 既如此 告诉你也无妨 深呼吸一口气 她缓缓说道 我所在的势力名叫天隐宗 而指点我修行的那女子 自称流火真君 乃是天隐宗的太上长老 天隐宗 流火真君 这对苏义而言 完全一片陌生 不过 一想到那大秦国内 竟还有领导修士 确实让苏义波有些意外 因为据她所知 有关领导修士的传闻 大多发生在苍兴大陆的霸主大厦国内 公子是否也奇怪 一个领导修士 为何会出现在大秦 王卓明显恢复了一些冷静 道 我以前也曾为此疑惑 后来和流火真君聊天时 发现她经常会谈起大厦国的事情 这让我怀疑 她极可能并非大秦的修士 而是来自大厦 苏义点了点头 这么说的话 倒是合情合理 不过 一个大厦的领导修士 怎会出现在大秦境内 她这是要图谋什么 王卓摇头道 我只知道 这些年来 流火真君一直在寻觅一些诡异和反常的人和事 这些年里 她就一直让我留意这大厦境内八大腰山中的动静 顿了顿 她继续道 而像这次针对公子你的行动 也同样是因为流火真君认为 你身上藏有诡异反常的力量 苏义谋光闪动 道 原来如此 一个一次来自大厦的领导修士 折服于大秦国内 还在一门心思地寻找这世间的诡异反常之事 这就很有意思了 苏义问道 这天隐宗呢 是大秦的势力 还是来自大厦的势力 这我就不清楚了 王卓摇头 不瞒公子 我直至如今 连天隐宗的山门在哪里 又有多少门徒都不清楚 这些年里 流火真君也极少和我联系 也是这一次 得知了公子的事情 流火真君才派遣黎奴前来大洲 找到了我 听完 苏义都不禁一阵无语 这家伙果果然和一个任凭百步的傀儡 没什么区别了 想了想 苏义再次问道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用什么办法和十方阁取得联系的 这个 王卓从怀中取出一个形似蜗牛的黑色铜上 道 这是十方阁的信物 在大洲的每一座城池中 只需以修为力量吹动它 用不了多久 便会有极光雀找上门来 把自己所想获得的情报写在信件上 交给极光雀 十方阁便会第一时间知晓 并给出购买情报所需的价格 之后的交易 见识由极光雀来完成 苏义点了点头 拿过那黑色铜上 略一打量就发现 这是一个极为精致小巧的法器 其内捐刻一种独特的传讯密文 一般人很难仿制 也谈不上有多少价值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情报交易 这是方阁看来比我想象中 还要神秘谨慎一些 思寸时 苏义抬头望了望天穷 你说 现在这数千丈高空中 是否有极光雀在盯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273章十方格的决断 肯定有 王卓言之糟糟 苏义想了想 到身上带的有纸笔吗 王卓当即从一个白宝囊中取出纸笔 递了过来 苏义挥毫落笔 匆匆写了一张纸条密封起来 然后拿出那形似蜗牛的黑色筒上 放在尘边吹动 王 一缕奇异的音律响彻 偷过雨幕传到高空之上 仅仅片刻 一头极光雀破空而至 其余一成淡淡的灰色 像只小苍蝇似的 有着一对青鼻的毛和一对鲜红的利爪 苏义将手中纸条抛过去 极光雀身影一闪 叼着纸条便破空而去 你可以离开了 苏义转身看向王卓 王卓死有些不敢相信 道 苏公子确定要放了王某 你还是想一想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吧 说着 苏义撑着油纸伞 朝远处行去 雨渐渐变小了 山野间水雾弥漫 很快就再也看不到苏义的身影 王卓正正看着这一幕 这才敢肯定 自己逃过了一劫 他不由自嘲 王卓还是跻身在这大洲十大先天五宗中的人物 和真正的修行者比起来 也不过是在世俗中 盈盈狗狗的楼一巴了 长叹一声 这位天行学宫的掌权者站起身来 折身而去 形影落寞 夜色如梦 一座孤教的山峰之巅 狗火汹汹 一名须发潦草的枯瘦老者西地而坐 手握一圈骨鸡 借着火光在静静严独 一带悠闲 不远处 一个身穿袈裟 光头正亮 体态肥胖的中年和尚 怕在柔软的稻草上呼呼大睡 憨声如雷 一侧的一株苍径松树上 盘西坐着一名向我古板严肃的悬袍男子 眼眸微闭 气息悠长 而牙畔处 则有一个宛如少年般的白袍男子坐在那 手中抱着一只焦黄流油的烤鸡 吃得满嘴流油 秀气的脸庞上尽是享受之色 忽地 极远处的夜空中 一只极光却破空而来 正在吃鸡的白袍少年探守一只篝火旁的枯瘦老者 嘴里含糊道 去找他 啥 极光却偏然落在枯瘦老者肩膀上 枯瘦老者有些无奈地收起手中书卷 从袖袍中取出一个浑原剔透的铜剑 手中掐绝 朝极光却轻轻一点 吃 极光却躯体一颤 那一对清闭的瞳孔中 射出一片瑰丽缤纷的光霞 映照在那浑原的铜剑上时 顿时浮现出一幅幅景象 那赫然是发生在龙桥驿站中的战斗景象 这么快就打起来了 呼售老者哑然 很快 当看到苏义格空剑杀父亲女子的一幕时 呼售老者不禁动容 喃喃道 好可怕的剑术 作为释放歌分布在大洲境内的七位长老之一 呼售老者自然清楚 这父亲女子是来自大秦国内的一位先天武宗 七名黄端鱼 称好秦剑师 京东剑术和秦记 其实力搁在大洲境内 足可以封王败相 可就是这样一位先天武宗 却被一剑匹成两半 那血腥的一幕 让得枯瘦老者也不由道西凉气 我来看看 白豹少年抱着肯吊一半的烤鸡凑过来 灵动的眸盯着那一幅幅景象 满脸好奇 很快当看到铁空和那十八道身影组成的六合聚气阵出击时 白豹少年嘖嘖赞叹道 这战争厉害 让得铁空这头大力抱援的实力 起码暴涨了一倍 都能去和王卓一较高低了 可话音刚落没多久 白豹少年愣住了 呆呆地抱着手中的烤鸡 秀奇的脸颊上尽是震撼 一侧的枯瘦老者也眼睛发直 又是一剑 斩铁空 破战阵 凿破千丈大地 这是宗师二重的人能做到的 一道怪叫声响起 不知何时 那趴在那呼呼大事的肥胖和尚 也已凑了过来 当看到这一幕 肥瘦的脸颊都狠狠抖动起来 满脸惊涩 白豹少年难难道 这把剑很不简单 呼售老者道 苏义此次的底蕴 才更可怕 说着 他们和肥胖和尚对视一眼 都看出彼此目光中的惊异 这也是他们这些十方格的长老 第一次见到苏义的战斗 虽说早就通过各种手段 了解过苏义的底细 可当真正亲眼看到 这一幕幕堪称碾压的血腥战斗时 让得他们都无法淡定了 呼售老者沉吟道 看来 我们又必要重新评判苏义此次的战力了 白豹少年唏嘘道 我忽然有些同情 那些打算抢夺苏义身上造化的家伙了 肥胖和尚一把 抢过白豹少年手中的半只烤鸡 狠狠咬了一口 鼓动着腮帮子道 晒了个灾的 若说这小子不是被哪个老妖怪灼舍了 弄死胡上我都不信 正说着 之前盘西坐在松书上的悬袍男子走了过来 古板严肃的脸上尽是不悦 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说着 他眉头一皱 看到了王卓击杀兽小老者和其他十八位强者的一幕幕 不禁道 清讯王净认怂了 呼售老者神色复杂 感慨到保命之举 可以理解 毕竟 他的对手太可怕了 而当看到苏伊剑杀黑色狸猫之后 所发生的那一幕幕诡异的画面 在场这次为大洲十方阁的长老人物 脸色皆齐齐一变 这黑色狸猫体内 竟依附着一条妖魂 那妖魂的来历注定不简单 可惜 听不懂他们的交谈 由于这一幅幅景象 皆是由极光雀的在数千丈外所看到 只能看到画面 而无法听到任何声音 以至于 苦手老者四人并不清楚 那一缕妖魂 实则是由一位自称流活真君的 领道大修士的分魂所画 可即便如此 这样诡异的一幕 让得他们也都是一惊 至此 一切画面消失不见 苦手老者收起那魂元的铜盘 目光一扫其他三人 道 诸位觉得 这样一场战斗的细节 是否要对外公布 玄袍男子率先开口 道 若这么做 丁会彻底得罪苏裔 毕竟 这些战斗细节 极可能会被他那些敌人利用 白袍少年不禁提醒道 别忘了 我们这次已经把苏裔的踪迹 当作情报都收了出去 换作我是苏裔 肯定已经恨上了咱们十方阁 肥炮和尚摸了摸油光 正亮的脑袋 忍不住吐槽道 也不知道头怎么想的 非要掺和进来 还要拿苏裔的踪迹来换钱 简直钻进前眼里了了 其他人皆一阵漠然 大洲十方阁七位长老中 大长老便是第一号人物 大权在握 说一不二 被他们称呼为头 大长老什么都好 唯独有一个毛病 就是太痴迷于眼才了 像此次针对苏裔的踪迹 就被大长老当作绝密情报来兜售 白袍少年嘀咕道 若是头儿知道这一场战斗的细节 也不知是否会后悔拿苏裔的行踪来敛财 其他三人异口同声道 他肯定不后悔 他们太清楚了 只要能敛财 就没什么事逃而不敢干的 便在此时 远处夜空中又是一阵破空声响起 一只极光雀飞绿而至 落在白袍少年肩膀上 一 有张纸条 白袍少年从极光雀的嘴巴上去 下一个纸条 随手打开 众人都将脑袋凑了过去 就见旗上写道 拿我苏某人的踪迹来敛财 可以 但需要分我九成 否则 别怪我以后登门算账 令 非礼物言 非礼物事 下次再让我发现 有极光雀亏似我的战斗 定斩不饶 落款 苏裔 那一个个字迹飘逸飞洒 铁化银沟 里头之辈 直死一刀刀灵力的剑气纵横百合 他的竟敢威胁我们 白袍少年正正道 肥胖中年叹息道 瞧瞧 被我说中了吧 这苏裔明显已对我们十方格不满了 悬袍男子一针剑血道 可他并未阻止我们泄露他的踪迹 可是头儿那可能会答应分出九成的财富了 呼售老者一阵摇头 悬袍男子派板道 这件事就交给头儿自己来决断辨识 也好 其他三人皆痛快答应 他们可不想招惹苏裔这种疑似 被老妖怪夺舍得喊茬子 万一人家真找上门算账可怎么办 很快 这张来自苏裔的纸条 就被极光却带着 破空而去 深点滴流逝 直至夜色吞去 天降破晓时 呼售老者他们接到了 十方格大长老的来信 信上指一句话 按他说的办 见此 呼售老者他们皆诧异 什么时候 头舍得把吃到嘴的肉吐出来了 肥胖和尚挠头 这不像头的风格啊 白胞少年幸灾乐祸揣测道 他肯定也怕被苏裔这种狠茶子盯上了 虽然头很强 可苏裔也有可能是被夺舍的老妖母啊 谁能不怕 玄胞男子正没到 他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断 想这么多作甚 当务之急是赶紧给苏裔回信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 和尚我可不希望被这种浑身都是危险气息的家伙盯上了 肥胖和尚催促道 其他三人见此 接点了点头 很快 一头激光却带着十方格的回信 破空而去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274章神念 山野间 苏裔截然一人行走着 正是黎明时分 天光大亮 沿路山河明秀 草木一身灰 天地万象纺丝披上一层起立灿烂的锦绣 充满生机 空无人烟的山巒中 只有冲鸣鸟叫 野兽嘶吼之声 苏裔的身影穿梭其中 沿途赏昭霞 观流云 心神静谧成澈 这一路所见所闻 皆化作点滴的所感所悟 沉淀起身 所谓观天地之大美 品造化自然之趣 心神更容易与万化鸣合 这便是武者眼中的天人合一 对修士而言 闭门打坐时修行 战斗杀伐时修行 红尘炼心时修行体悟自然万象 更是一种沉淀起身 亲近大道的过程 一路上 苏裔心神空灵 气息松弛闲散 静心感受一路所见 不知觉间 一身惊喜神 接得到一种升华 直至来到一片茂盛的山野森林中 事业一暗 浓密的枝压折壁天光 临间会安音师 这一场 苏裔呼的顿足 在他神魂中 呼地产生一种连衣式的颤抖 而后 就像一颗种子于大地上 破图生长出来似得 在苏裔身魂中 出现一股玄妙的力量 顿时 眼前那会安音师的森林寺 彻底发生变化 变得五彩缤纷 清晰可见 那树木上蔓延而生的纹理 枝叶上一根根纤细的脉络 乃至于虚空中 漂浮的细微尘埃 阶线毫避陷地 映现在苏裔石海中 石杖外地上的蚁穴中 一群蚂蚁正在进进出出 不远处一株大树之上 一条青蛇藏匿于枝鸭中 盯上了不远处一只正在梳理毛雨的鸟 更远处 一颗露珠从一片肥瘦的绿叶上滑落 露珠坠落时 摔成了六半各种稀粗细微的声音 也是一下子涌来 成鸣鸟叫 风吹树叶 珠网摇晃就连气流涌动的声音 都清晰可闻 一下子 在苏裔所见所感中 天地彻底变得不一样了 静默感受许久 一抹消逸浮现苏裔唇边 其深邃的眸中 也是泛起一丝喜悦和感慨 神念 自从在广陵城下修炼神魂密法 他画自在经至今 他的神魂终于力量 终于实现至的突破 凝炼出神念之力 前世的时候 我也是在踏足先天五宗时 才凝炼出神念 而如今 我已可以在宗师之境 催炼出这等力量 所以牟子发亮 一般而言 神念是只有缘到修饰 才能催炼出的神魂感知之力 拥有神念 也就意味着 能够更敏锐地洞察天地间的大道痕迹 感知到属于万象中的玄妙道运 而在修行上 凭借神念 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 自身内外每一个细节的微妙变化 察觉不漏 动旋入微 战斗时 以神念来感应 也可以捕捉到肉眼无法窥见的细节 敌人力量的变化 宝物的细兮 天地气流的流转 既能够在刹那间 尽数应进脑海中 原道修饰为何那般强大 不只是因为他们能参风引路 语气顿空 拥有操纵风雷 隔空杀敌的力量 还在于他们的神念一扫 便可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诸多可乘之机 足以在对手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便将对手抹杀 当然 若同为拥有神念的修饰进行对决 比拼的已不只是神念 还有各自的修为 宝物 道法 战斗手段等等 简而言之 在原道之路上 神念是每个修饰皆拥有的力量 极为普遍 谈不上稀罕 可在无道自禁中拥有神念 那无疑等于多了一个未能恐怖无边的大杀器 这一切 让俗已都有些意外 在他前世的阅历中 根本不曾听闻过 哪个仰卢静的武夫 能够淬炼出神念了 毕竟 武道终究是凡俗之境 还不是真正的修行者 这就好比凡夫俗子体内 拥有了属于修饰的力量 堪称是惊世骇俗 以前没听闻过的 不见得不存在 若非此次转身重修 我又哪可能知道 原来在仰卢静 就能淬炼出神念 而我能够办到这一步 一是大道根基远超寻常 但更关键的 应该是来自他画自在经的妙用 苏义暗自私存 修为神魂 体魄 三者相辅相长 相互弥补 炼器以脆体 体魄强则可以滋养神魂 在大黄九州 但凡有之问鼎黄静的修饰 皆会在修行之初 就兼顾神魂的锤炼和打磨 可神魂修炼极可可 因为一旦伤到神魂 那就是极严重的道伤 像在大黄九州的顶尖大势力中 只有等弟子将体魄催炼到养炉境时 在经由极为严格的筛选和考验 满足条件者 才会由师门长辈一对 传授神魂催炼之法 苏义前世之所以 止步于悬河境大圆满地步 苦苦无法碰触到更高的道徒 除了运术和契机不够 神魂根基不够强大 也是问题所在 故而这一世重修时 苏义未避免前世覆辙 经过深思熟虑 才最终选择一大画自在 经来淬炼神魂 这一门神魂修炼法 是前世时 他从久遇见所封印的 第九层神炼中 得到的一股感悟力量 之后凭借着感悟力量 被他以自身智慧彻底参透 才著成了这一片 神魂修炼秘法 严格而言 这应该算是 他前世已自身 十万八千年的 修行经历和智慧 再加上那一股 来自久遇见 封印中的感悟 最终所创的 一门神魂秘法 而现在 仅仅在宗师二重镜时 就凝炼出神念之力 这已经足够证明 他画自在经何等神鸟 要远比大皇帝 佛修圣地小西天的 阿弥陀映照诸天经 道门四大道藏之一的 洞天玄光神庭经 更为玄妙 否则 为何在以往的 无尽岁月中 佛门 道门中不曾出现过 能够在宗师镜中 凝结出神念的角色 但想 苏义收敛思绪 试一试我的神念 苏义心神一动 十海中 一缕神念横扫而出 一丈 五丈 十丈 二十丈 在堪堪抵达三十丈时 任凭苏义如何全力催动 神念已无法寸进 无疑 以他如今的神魂力量 最多只能以神念 感知到三十丈范围之地 即便如此 苏义很满足 因为这仅仅只是刚开始 当神念凝结出来 随着不断催炼 这种玄妙的神魂力量 就会变得越来越强 所能感知到的范围 也会越来越广 不错不错 如今催炼出的神念 虽弱小了一些 难得的是 无比纯净明炼 这无疑等于 铸就了一个 极为雄厚扎实的 神魂根基 收起神念 苏义心情也变得 愉悦不少 哥在以前 他或许还会忌惮着 世俗中的陆地神仙 毕竟 这等人物已拥有神念 对才仅仅宗师 静修为的他而言 属于极其难缠的对手 可这时候 就是陆地神仙杀来 他都有信心 与之拜拜 手腕了 搜 墨地 一缕破空声响起 还未靠近 在苏义感知中 已捕捉到了一只 极光雀的踪迹 对方速度 虽如闪电斑讯极 可在神念的锁定下 确实显得有些缓慢了 苏义会心一笑 这不是对方速度变慢了 而是神念捕捉之下 让他自己的反应 变得比以往更快了 仅凭此 就足以让我在战斗时 占据更大的优势 苏义思寸时 极光雀已跃来 将一封密信抛了过来 苏义拿在手中一看 密信上只写一句话 如苏公子所愿 见此 苏义点了点头 对十方阁的不满 也削减不少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 对方还是很失去的 没有再耽搁 苏义继续朝前行去 之所以选择步行 前往玉京城 一来是可以阅历 沿途风光 但更重要的是 给敌人一个来对付 他苏义的机会 故而 苏义并不着急 他倒是很期待 这一路上 有多少敌人 敢找上门来 时间匆匆流逝 从尘时到暮色 苏义一路穿行山河中 除了遇到一些不开眼的妖兽之类 确实没有遇到任何敌人 苏义虽有些奇怪 却懒得想那么多 直至接近夜晚时 苏义来到一片山溅溪流前 附近近是撩敲耸立的山巒 天色昏沉 山雾弥漫 穿过这片山巒 不出两天时间 便可抵达金柳城所在之地 这要比我预想中要快许多 苏义抬头望了望远处山栏 正准备继续前行 呼地 一阵震天般的妖兽嘶吼声响起 阵的山林速速 不知多少鸟却被惊起 快逃 该死 为何从不曾听说 这牛角山中仓有火踪金 搅抱这种可怕的八戒妖兽 烧废话 快走 远远的 一群身影仓皇冲来 有男有女 各个神色惊慌 为首的是一名滑袍老者 其身后跟着的 则是四个年轻人 三男一女 苏义目光一扫 就收回了目光 这些人 不可能是那些 要对付自己的敌人 因为为首那滑袍老者 也只是一个宗师 四重角色而已 搁在大洲境内 或许堪称舞者中的巅峰人物 可对如今的苏义而言 早已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那些要对付自己的敌人再臣 怕也不可能派这些人来送死了 换而言之 眼前这一幕 应该就是一场偶然事件 而非是针对自己的一场 早有蓄谋的行动 想到这 苏义心中莫名的有些失望 都懒得再去关注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275章云涛关之夜 花袍老者一行人 也发现了苏义 他们顿时都警惕起来 夜色已将临近 这牛角山的深处最是凶险 寻常人 谁敢孤零零一个跑到此地 而在他们眼中 苏义模样虽年轻 气质却极为不俗 明显不是寻常的山野少年了 都小心一些 花袍老者低声传音 那三男一女心中都是伊林 直至发现苏义没有理会他们 自顾自嘲前行去后 花袍老者他们这才一点点放松了警惕 可就在此时 他们中唯一的一名女子经不住开口道 那位公子前方山中盘踞着一头火踪金角豹 很危险的 清脆的声音远远传过去 极远出夜幕下 苏义一正 那小姑娘倒是很善良啊 她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 到外声音还在飘荡 七七长的身影已渐行渐远 小河师妹 那家伙就是一个陌生人而已 且来历蹊跷 你去提醒她坐肾 一个阑珊青年皱眉训斥 那女子年龄并不大 约莫十七八岁 不好意思道 师兄 我只是有些担心 那滑袍老者笑着说道 行了 小河不必解释 那位小友应当并非什么歹人 师伯 天色已晚 和前方有火踪金脚步盘踞 我们要前往云涛关 怕是地绕路了 一鸣金袍青年沉吟道 绕一段路也无妨 走吧 滑袍老者说着 已带着那三男一女朝远处行去 两个失差后 滑袍老者一行人终于穿过牛角山 来到一片低矮的丘陵地带 虽也有一些小山岭 但已谈不上凶陷 师伯 前边就是云涛关 十多年前时就已荒废 成了无人之地 我们今晚就可以在其中留宿 等天亮再启程 金袍青年 遥遥一直远处一座低矮的山丘 笑着开口 闻言 其他人精神都是一阵 在这荒郊野外 能有一个过夜的地方 无疑太难得了 走 我们过去 滑袍老者也轻松不少 这次他带着这些弟子外出游历 一路在穷山恶水中行走 心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尤其是之前时候 更差点和火踪金脚步碰上 虽然最终只是虚惊一场 可也让他滑袍老者心神疲惫 这时候能好好地休息一晚上 无疑最好 很快 他们一行人抵达那一座低矮山丘上 看到了修建在旗上的一座 带着庭院的破旧道关 这道关明显荒废多年 野草丛生 围墙贪痞 屋檐残破 大门都已残破腐朽 看起来颇为荒凉 咦 那云韬关似乎有人 阑山青年惊讶 一眼看到 那云韬关的主地内 篝火汹汹 火光透过窗户照出来 在夜色中尤为醒目 都小心一些 花袍老者毛子咪了咪 当先走进了云韬关 刚进入那破败不堪的主地内 就见篝火旁 摆着一张藤影 一名青袍少年懒洋洋 坐在旗上 自在假妹 花袍老者一眼就认抽 这是前不久所遇到的 那个年轻人 不禁有些意外 这时候 其他人也看到了苏义 那小鹤姑娘惊讶出声 原来是公子你呀 你没有遇到那火纵金脚豹吗 运气可真好 苏义睁开眼 小道应该说是那孽初运气好 小姑娘呆了一下 这才明白苏义话中意思 不禁抿嘴笑起来 明显把苏义的话当玩笑看待了 公子 咱们又见面了 花袍老者微微抱拳 敢问能否容我等在此留宿一晚 苏义摇了摇头 道 我劝你们最好远离此地 花袍老者一正 那蓝山青年皱眉不悦道 这云韬关荒废多年 早就是无主之地 凭什么只能有你一人霸占此地 苏义瞥了他一眼 并未生气 道 换作其他时候 随你们的变 和今晚不同 你们留在此地 可就太危险了 蓝山青年冷笑 危险 那还能比喻到火宗金角暴更危险 他明显不相信 认为这是苏义要独占此地的借口 既然此地有危险 为何你要留在此地 金袍青年爷冷冷出声 很是不满苏义的态度 苏义摇了摇头 道 你们想留下就留下吧 说着 闭上了眼睛 可他这番表态 却似被当作了服软 让得蓝山青年一阵比异 滑袍老者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可由于身心疲乏 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和其他人一起 走进了这个殿屋内 踏盘膝而坐 便开始静修 那三男一女 则点燃了一堆勾火 拿出酒肉开始吃喝 公子 你要吃些东西吗 小和姑娘忍不住问道 不等苏义开口 那蓝山青年就皱眉道 小和师妹 刚才那家伙可要撵我们走呢 你还打算把食物分给他 真是糊涂 他这番话 毫无遮掩 思不担心被苏义听到 小和姑娘扇扇低头 一侧的金袍男子见此 不禁轻叹道 小和 你没有经历多少世事 不知人心险恶 你且记住 以后再遇到像这种陌生人 尤其是在这荒郊野外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小和姑娘忍不住低声娜娜道 可我看那位公子并非什么坏人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又懂什么 蓝山男子冷笑起来 就像那家伙刚才说的 此地很危险 可为何他却要留下来 更何况 我怎地就没有感到一丝的危险 顿了顿 他继续道 哪怕真的有危险 以师伯那宗师四重的巅峰修为 还能保护不了我们 金袍青年道 李贵师弟 莫要再多说了 和一个陌生人计较那么多做什么 没看人家都已不吭声了吗 那是他李亏 被叫做李贵的蓝山男子冷哼了一声 不过师兄说得对 的确犯不着和那等人计较 小和姑娘欲言又止 总感觉两位师兄 似乎有些太过咄咄逼人了 就在此时 他呼地看到 坐在藤椅中的苏椅 悄然睁开的毛子 望向了大殿外 小和姑娘下意识也看了过去 就见夜色中 呼地掀起一阵阴风 草木速速颤抖 吹得大殿大门吱吱呀也坐下 小和姑娘眼前一花 一道受学身影已走进了大殿 这是一名黑袍男子 肤色白皙 眼窝未泻 一对同冰冷而淡漠 随着他出现 一股可不阴冷失血气息弥漫而开 让得大殿篝火都似要熄灭 空气如若冻结 小和姑娘呼吸一致 翘脸一变 谁 正在盘膝打坐的滑袍 老者第一时间起身 当看到这黑袍男子时 浑身一僵 背起直冒寒气 一位先天武宗 阑山青年 金袍男子等人 也背着突兀的一幕惊叨 全都趴起身来 面露惊惧之色 这黑袍男子是谁 为何气息会那般恐怖 他此来又是要做什么 一股说不出的恐慌 在阑山青年他们心头蔓延 深呼吸一口气 滑袍捞着抱倦见礼 道老朽重远 来自昌宁学宫 此次是携带门中弟子在此游历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自报名号 以免发生误会 可让滑袍老者尴尬的是 那黑袍男子却四肢入网门 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他自进入大殿 目光一双滑袍老者等人 就看向了坐在藤椅中的苏义 而后他在苏义不远处盘膝而坐 笑着开口道 苏公子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司徒公 贸然前来叨扰 还望海寒 他气息阴冷是血 笑容也显得有些甚人 可话语却很客气礼貌 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而当听到黑袍男子的名字 滑袍老者重远浑身一震 头皮发麻 终于意识到这黑袍男子是谁了 十大先天武宗之一的血涂刀司徒公 一位早已退隐世间多年的老辈人物 很多年前 他曾凭借一把战刀 于边陀战场之上 吐露上万大位敌军 连斩上百宗师人物 一举名震天下 连大卫国中 至今都流传着他那凶悍血腥的世界 而在大洲 司徒公绝对是响当当的滔天人物 成员哪能想到 在这黄礁野岭的夜晚 司徒公这等先天武宗 竟会出现在这里 一时间 他心神都震颤起来 在看向苏伊时 成员眼神都变了 只要不是啥子都能看出 司徒公是为这轻袍少年而来 却见苏伊一太闲散地坐在那 道 今夜前来的 应当不止你一个人吧 司徒公微微一笑 道 苏公子慧眼如炬 师不相瞒 面对苏公子这等旷世人物 别说是我 即便是这大洲旗的先天武宗 也没人敢怠慢了 故而 此次我来见公子时 也邀请了一些好友同行 苏伊我了一声 司终于提起了一些兴趣 道 既然如此 为何不让你那些好友前来一见 司徒公哈哈大笑起来 生振大殿 道 苏公子好气魄 不过 苏公子莫及 且先听听我的来意如何 苏伊拿出酒葫芦清敏了一口 道 我向来不惜废话 你最好直接一些 莫要浪费时间 这番话淡然随意 却毫不客气 司根本没把 血图都 司徒公这位恐怖人物放在眼中 让得重远都不禁目瞪口呆 再看他旁边的蓝山青年等人 也都早已傻眼了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